主,祢曾被杀死,用了血把我们从各支派,各民间,各民族和各国家中属为, 恢复于天主,使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和侍奉天主的司祭。阿里路亚。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从,圣世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大家早安。 全部早安。 今天的读经语,我们将听到有关中属们的案件。他们因为因耶稣之名去宣传,所以他们被抓了。 今天我们要听的是他们的案件是被带到公议会,要受审判。 在公议会有一个有智慧的一个老师,是詹姆尼尔。 那我们不晓得,这个詹姆尼尔是不是跟保禄他在他自己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个法利塞人, 他到耶路撒冷向一个师父詹姆尼尔学习,是不是同一个人。 但是在今天的这个詹姆尼尔,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智慧。 他就提醒在场的这些的议员们,说要处理总统们的案件,要小心。 因为他们要学习,从他们的历史学习。 曾经有一些事情发生了。 他也提醒他们,如果这件事情是来自天主,我们人无法挡住。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自然行为上的过时日。 我罪,我罪,我的宗罪。 为此恳请众生同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天主,你为了在我们身上, 取出恶魔的势力。 感愿让你的圣子接受十字架苦行。 求你赏赐我们,也获得光荣复活的恩宠。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及圣神永生永往。 阿们。 公读宗图大事录。 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玛里尔。 是民众敬重的法学士。 他在公议会中站起来, 命宗徒们暂时出去。 他便对议员们说, 诸位以色列人,你们应小心处理这些人。 不久以前,特污达起来,说自己是个大人物。 复从他的人数,约有四百。 他一被杀,跟从他的人也都散了,归于乌有。 此后,加里勒亚人尤达在登记户口时, 起来引诱人们随从他。 后来他丧了命,跟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 至于目前的事,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 由他们去吧。 因为,如果这计划或行动是从人来的, 必要消散。 若是从天主来的,你们不但不能消灭他们, 恐怕你们反而成了与天主作对的人。 他们都赞成他的意见,就把宗徒们叫来,鞭打了以后, 禁止他们再奉耶稣的名字讲道,就释放了他们。 他们喜喜欢欢欢地从公义会里出来。 因为,他们配为这名字受侮辱。 他们每天不断在圣殿内,或哀护施教,宣讲基督耶稣的福音。 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 我只向上主请求一事, 愿我一生一世,住在上主的殿里。 我只向上主请求一事,愿我一生一世,住在上主的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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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上主的美善,参拜上主的圣殿。 我只向上主请求一事,愿我一生一世,住在上主的殿里。 我深信在这人世间,必能见到上主的美善。 我只向上主请求一事,愿我一生一世,住在上主的殿里。 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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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人不单靠病生活,也要靠天主所说的美句话。 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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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情同在 共度圣肉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这事以后 耶稣往扎里利亚海 就是提比利亚海的对岸去了 有一大群人 因为看见 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 都跟随着他 耶稣上了山 和门徒一起坐在那里 那时犹太人的愉悦解禁了 耶稣居目看见一道群人 来到他面前 就对腓里说 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 他说这话是为试探腓里 因为他早已知道要怎样做 腓里回答说 就是两百块银钱买的饼 也不够没人分一小块 有一个门徒 就是西满伯德的哥哥安德说 这里有一个儿童 他有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 但是为这么多的人 这算得什么呢 耶稣说 你们叫众人坐下吧 那地方有许多青草 于是他们便坐下 男人约有五千 耶稣拿起饼来 住歇后 分给坐着的人 也照样分了鱼 让众人任意吃 他们吃饱以后 耶稣对门徒说 把剩下的碎块 收拾起来 免得找它了 他们就把众人 使剩下的五个大麦饼 的碎块收拾起来 装满了十二框 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 就说 这人确实是 那要到世界上来的先知 耶稣看出 他们要来强迫他 作王 就独自 又 退避 到山里去了 上主的圣言 基督所拔 赞你 大家平安 上个礼拜 在台湾中修院 在福大旁边的中修院 有一些的修士 他们从过年 过年以后 他们就离开修院 他们在本堂实习 上个礼拜才回来 那他们回来的时候 他们就分享 有一些修士到本堂 他们就做一般的 那个牧林的工作 陪伴神父 有病人需要神父去 他跟神父一起去 要富有了 或是殡葬弥撒了 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 传统的牧林的工作 有一些他们在华联 就到狱里 跟柳一封神父 在一起 我就问他们 你们每天的工作 是做什么呢 他说我们的工作 跟它不一样 不一样 我们每天就陪伴着 更生的弟兄们 我们去捡垃圾 以后呢 收集这些垃圾 在做分类 做分类 那这些人 他们就 因为我问他们 他们就开始分享 这些人 他们来 当然 他们需要有人陪伴 那柳神父就 找一些住的地方 也给他们 吃的 住的 工作 也是柳神父 在那边帮助他们的 让他们到最后 可以看到一个希望 可以把他们 融入这个社会的生活 那这个就是 他们有一个新的体验 做一个木铃的工作 不只是我们要去做 我们已经知道的 去做木铃工作 就是要去看病人 去到那个 教友家 或是病障 但是这些 柳一峰 神父所做的 也是 另一种的 一个木铃的工作 在今天的福音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耶稣 争饼 这个故事 那耶稣争饼 我们就看到了 他跟菲利的谈话 菲利就说了 对不起 我们在这里 我们连20块 20块银钱 我们买的 应该不够 给他们吃的 以后安德就说了 这里小朋友 有五个饼 两条鱼 但是这个也不算什么 耶稣就醒了 这个大奇迹 到最后 众人吃了 他们吃完了 吃饱了以后 耶稣就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 请你们把 碎块收拾起来 免得找他了 免得找他了 但是这个 收拾起来 请你们把这个碎块 也要收拾起来 我们听的 当然我们就说 把这个收拾起来的 跟面包 前面的面包 做一个连接 要收拾的 就是这个面包 当时耶稣所讲的 应该是跟 他自己的使命 也有关 那这个的使命 在后面我们就会看到 应该是说 下个礼拜二 下礼拜二的时候 因为这个的 第六章 《罗王福音》的第六章 会继续下去 下礼拜二 我们庆祝马尔古 圣马尔古 就是圣石 所以我们应该不会读到这个部分 所以耶稣讲的是 他自己的使命 也是讲有关门徒们的使命 他们的使命是什么 就是来要收集 集合这些在边缘的 现在耶稣所做的 他给众人吃 因为他们饿了 他们饿了 他们是在需要当中 那在门徒们的四周 有很多很多人的需要 那这些的需要 可能就是像这个的 那个碎块 可能人看到了这个 这个是不重要 碎块我们可以丢了 还圆满的我们保留 碎块我们丢掉 那这个碎块是代表着 生活在边缘的那些人 我们要把他们也是 收集起来 集合起来 不要有一个人被找到了 不要有一个人失落 耶稣在继续下去 他就讲了 我的使命是做什么 为了完全 那排遣我来的旨意 排遣我来的旨意是什么呢 使所有的他交给我的 没有一个人死掉 统统都要得救 统统都要得到永生 没有一个被 没有一个是找他的 所以耶稣所讲的 这个就是门徒们的使命 耶稣所讲的就是 先是他自己的使命 后面就是门徒们的使命 我想这个也是我们的使命 留一封神父 他已经看见了 他做到了 我想我们也是 多多少少我们也看见 我们也做到 但是我们再一次地被提醒 有很多碎块留在外面 我们要把这些收集起来 免得他们就被 他们就找他了 现在让我们一起把今天的祈祷的一项 奉献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你与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皆以你的旨意为全神 求你帮助我们 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孝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崇拜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受罢 圣徒玛尼亚 吉祖圣人 圣徒玛尼亚 终生事报名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 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及切恩人 生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 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坟持 其恩的安慰者圣神 庆祝于我们 及一切信有的心中 求赐我们 敬畏及笑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见 超出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 基督徒走向 同一步伐 并使上为 蒙受福音的 绑大人民 获得你的 恩兴以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 伤心人的意愿 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 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秀显扬 愿你的我来临 愿你的旨意 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 赏给我们 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 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 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 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 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 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 及圣神 将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 圣道礼仪 旅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版 感谢天主 呃 做了 圣诞曲 李宗盛 为了爱 耶稣来到这地方 给我新生命 自由和弥乡 为了爱 祂美的十字架 祂的爱 是我心有盼望 祂美的十字架 祂美的十字架